各位读书会的朋友们 大家中午好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居里夫人传》 从1891年开始 一直到1897年底 玛丽考取了数学和物理学的学士学位 按照预定的计划 玛丽接下来就要考取博士学位 为了这个学位 她选择了一个新颖的论文题目 她的先生比埃尔给她很多的意见 比埃尔的意见对玛丽非常的重要 因为她是玛丽工作实验室的主任 算是她的直接领导者 而且比埃尔年纪比玛丽要大 经验丰富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玛丽在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 从伦晴发现X射线之后 很多物理学家都在研究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物质 能够像X射线一样 在光的照射下 可以发出类似的射线 在研究油盐的时候 亨利 白克勒尔 他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 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 让人没有办法解释的现象 就是油盐在不受光照射的情况下 可以自发放射一种 性质不明的光线 他把油的化合物 放在被黑值包着的照相底片上 化合物可以透过黑值 让底片感光 这种油射线和X射线一样 能够把周围空气变成导电体 使验电器放电 亨利 白克勒尔 确定这种辐射和日光照射无关 因为把油的化合物 在黑暗中放很久 这种特性依然存在 这种辐射来源 对当时的科学界来讲 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 所以亨利 伯克勒尔的发现 引起了玛丽 很大的兴趣 油化合物发射出来的能量 从哪里来呢 这种辐射的性质是什么 这不正是玛丽要找的 最好的博士论文题目吗 白克勒尔的观点是全新的 欧洲的实验室里 还没有人研究 深入研究过油射线 与此相关的专注呢 只是白克勒尔在1896年 提交给巴黎科学院的 几篇学术报告 这是一个没有开发的领域 玛丽亚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 她首先是确定了论文和研究的方向题目 那接下来的问题呢 就是要在哪里进行实验研究 比埃尔她的先生就向学校求助 学校呢 就把一间工作室给了玛丽 那工作室呢 阴暗潮湿 也没有一件像样的设备 不过简陋没有问题啊 玛丽马上投入了研究的工作当中 玛丽就开始丝毫了 虽然只是观察到了 油有这种辐射的现象 但是怎么样证明 油是唯一能够发出射线的化学元素呢 为什么别的物质就不能有这样的能量呢 也许在油中发现辐射只是一种偶然 那确定了这个方向之后呢 玛丽就丢开了对油的研究 开始转向其他所有遗知的化学物质 不久啊 这个玛丽呢 就在另外一种化合物中 发现了和油射线相似的射线 玛丽把这种现象取名叫放射性 像油和另外的元素呢 就被他称为放射元素 接下来呢 玛丽不再满足于研究 盐类和氧化物这些简单的化合物 他一一进行检验 经过检测 玛丽在几种 含油和其他矿物中 也发生了放射的现象 放射的强度呢 比纯油还要强 这个结果让玛丽大吃一惊 这是一个反常的结果 得到这样的结果 只有一种解释 这些矿物里面 一定含有一种少量的特殊物质 这种物质比油放射性还要强得多 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呢 玛丽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这种物质是一种新的物质 是至今还不为人所知的 一种化学元素 然后他就在科学报告里面呢 就宣布了他的这一个发现 玛丽呢 相信这种未知物质的存在 他现在的任务 就是要把这种物质分离出来 让大家看到他的存在 这项工作当然是很艰巨的 玛丽写信给他的哥哥 信里面是这么写的 他说我必须相信 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某件事情的天赋 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也就是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天赋 付出我们最大的努力 来展现我们自己的能力 而他的先生比埃尔呢 一直给玛丽很多很好的建议 当玛丽宣布了这种新物质的存在之后 比埃尔他的先生 玛丽的先生也决定停止自己手头的工作 和妻子一起投入到寻找新物质的研究当中 所以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两个人同心合意的老路一件事情 会有重大的发现 会有重大的成就 其实这样的时刻 玛丽也需要一个合作者 而他的丈夫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圣经有这么一句话说 婚姻是上帝设立的 所以这两个人呢 三年之前他们结婚了 玛丽和比埃尔 他们走在一起 似乎就是为了一个使命 这个使命就是 共同去发现 雷这种化学元素 这对居里夫妇就选取了 沥青油矿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 最后呢 居里夫妇确定 放射性主要集中在 沥青油矿的两个化学部分里 1898年7月 居里夫妇宣布 其中一种物质已经可以被确定 然后呢 比埃尔要玛丽给这种新物质起一个名字 玛丽想了一会儿说 我们可否叫他泼呢 泼这个元素的名字 瓷根啊 和波兰一词的瓷根是一样的 所以居里夫人给这种元素取名叫泼 就是来纪念自己的祖国 然后继续研究啊 他就发明了雷这种化学元素 提取了雷这种化学元素 居里夫妇的研究在同行里面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波和雷的特性 推翻了学者们几个世纪以来的基本理论 为了向全世界证明这个新物质的存在 那居里夫妇的任务呢 就是提取纯雷和纯波 他们必须要得到足够的矿物 来提取这种新的物质 藏有坡和雷的沥清油矿 那价格非常高的 就算价格高 但是炼过的残渣价值却非常有限 那怎么办呢 他们想要有这些材料啊 有一天早晨 一辆货运马车就载着沥清油矿 残渣来到了居里夫人的门前 学校的门前 因为我们刚才说过 这个残渣呀 价值有限 所以他们可以以比较便宜的价格 就可以拿到了 接下来就是提炼工作 正式展开了 当时他们体炼 纯雷和纯波的那个棚屋啊 是非常艰苦的 条件虽然艰苦 但是夫妻两个人 那是非常快乐的 他们一共在棚屋里面待了四年 那四年是他们一辈子英勇的时期 这个时候呢 比埃尔还结识了另外一个青年化学家 这个青年化学家叫安德烈 这个安德烈呢 就被比埃尔拉过来一起工作 在波和雷还没有被分离出来的时候 这位助手安德烈 发现了另外一种新的放射性元素 给他起名叫阿 安德烈在巴黎大学的理化实验室中工作 常常会来看居里夫妇两个人 在这四年当中啊 居里夫人可辛苦了 这一位柔弱的波兰女子 她是学者 但她又是专业的工人 是技师 也是苦力 1902年 玛丽终于提炼出了一份 一分刻纯净的路化雷 并测定出了雷的原子量为225 那些曾经发出质疑声 曾经发出质疑声的学者 现在呢 终于可以闭嘴了 很多年的实验室工作 让玛丽和比埃尔两个人融合在一起 很难说 哪一部分工作是属于玛丽的成果 哪一部分是属于比埃尔的成果 其实应该是他们共同劳动的成果 这样讲才是对的 在这几年当中呢 他们有时候甚至几乎不吃东西 实在扛不住的时候 就嚼两片腊肠啊 喝一杯茶呀 朋友们当然也是劝告他 甚至责备他 但是比埃尔和玛丽总是天真的回答说 我们有休息的时间啊 我们夏天就要去度假了 的确居里夫妇 他们夏季的漫游 那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 现在我们要谈一下 居里夫人 就是玛丽她的父亲 她父亲呢 晚年是很快乐的 因为家人的爱 让玛丽父亲的晚年生活呢 过得非常的满足 足以让玛丽的父亲 忘记自己曾经的不快乐 另外一个玛丽的父亲 最大的快乐和满足 就来自于她最小的女儿 玛丽就是居里夫人 波和雷的发现 还有女儿各种的学术论文 都让玛丽的父亲啊 这个老人家感到非常的骄傲 如果她能够再多活两年呢 她就会知道 诺贝尔奖金 受给了比埃尔和玛丽 她可能会更加的快乐 所以她的父亲 在居里夫人 得诺贝尔奖金之前的两年 她就离世了 这个离世 当然给玛丽带来伤痛 不过接下来 又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玛丽怀孕 然后接着是早产 孩子生下来的时候还活着 但不久呢就死掉了 所以玛丽是有一些伤心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居里夫人的姐姐 布罗尼娅 布罗尼娅的第二个孩子 布罗尼娅的第二个孩子 患上了结合性脑膜炎 几天之后也死掉了 当玛丽 居里夫人 想起她的姐姐 布罗尼娅 就会让她心碎 偏偏这个时候 比埃尔又病了 这些年来呢 比埃尔经常会感到 浑身剧痛 医生说是风湿症 比埃尔被病痛折磨着 在床上 那是整夜的身影啊 而玛丽呢 守在床边 也是慌乱不堪的 尽管是这样 他们也从来没有停止 教学和研究工作 只是有一次呢 比埃尔对玛丽说 哎呀 我们选择的生活太苦了 这个时候 玛丽回答说 比埃尔 如果我们俩 有一个人死掉了 另外一个也活不了 我们分开是不能活的 对吗 比埃尔看着玛丽 痛苦的脸 脸庞 坚定的摇了摇头 说 玛丽你错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 一个人就算成了 没有灵魂的身体 也应该照常工作 1899年到1904年之间 居里夫妇两个人 发表了32篇科学报告 这些报告 有的是他们单独完成的 有的是两个人通力合作 在外人看来 这些监设难懂 读不懂 但是这些学术论文和报告 却是居里夫人 两个人无数的心血 比埃尔和玛丽 关于放射性的研究 很快就征服了国外 从1900年开始 英国 德国 丹麦 很多国家的科学家 都写信到居里夫妇的工作室 请求他们提供相关的资料 他们夫妇两个人 给这些同行 也是最慷慨的回复 雷的更多特性 就开始被大家所认识了 雷的辐射强度是惊人的 是油的两百万倍 雷的射线能够透过 最不透明的材料 只有很厚的千层 能够挡住这些辐射 雷还能够自动的产生一种 特殊的气体 就是雷射器 即使把雷射器封闭在玻璃管里面 它也会不断的释放消散 雷还可以自动放热 一个小时放出的热量 可以融化和它等重的冰 雷还能够穿过黑纸 在照相底板上流影 雷还能够使空气导电 雷能够使装它的玻璃容器 变成紫色和淡紫色 雷还能够腐蚀 包装它的纸和棉花 使它们变成粉末 雷还能够发光 那这种光呢 白天看不见 但是在黑夜里 却是非常明亮的 雷的发现在科学界 那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发现之前的前面五年 学者们还认为 宇宙是由很确定的物质组成的 构成这些物质的元素 是恒定不变的 但是现在呢 雷的存在 打破了它们惯犹的思维和理论 在雷所有的功用和特性里面 有一种可以用来造福人类 就是雷能够治疗癌症 1900年 德国学者 瓦尔科夫和吉塞罗 宣布了雷具有生理上的效用 那比埃尔不顾危险 在自己的手臂上的 试验雷的功效 结果比埃尔遭受雷辐射的上臂 有了伤痕 兴奋的比埃尔在给科学的 给科学院的报告中 详细的描述了 自己的实验过程和结果 雷射线的惊人力量让比埃尔惊叹不已 另外呢 也发现利用雷啊 可以破坏有病的细胞 可以治疗狼窗瘤和几种的癌种 这种治疗方法就被称为放射疗法 很多法国的医生就利用这种方法 对这些病进行最初的治疗 而且获得了成功 从此以后提取雷 不再只是实验上的意义 而是成了一种有益人类的工作 在那个棚屋里面 比埃尔和玛丽 照着他们自己发明的方法 从巴敦 沥青油矿的残渣里面 体炼出了第一颗雷 居里夫妇 他们的工作呢 就开始得到各方面的支持 他们同意给居里夫妇提供制雷的原料 而且呢 不从中牟利 因为雷 雷有巨大的医学作用 所以它就有了金子般的价值 正式出售的雷 是世界上最贵的东西 当时一克价值75万金法郎 智雷工业也开始进入了发展时期 有几位学者共同努力 创立了一种工业 一种新型有效的医疗方法 而这一切呢 只源于一位年轻女性的 一种好奇心的趋势 1897年 玛丽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 选择了白克勒射线的相关问题 进行研究 进而推测出 沥青油矿里面 含有一种新物质 所以他就和丈夫 和丈夫共同努力 结果证明了这种物质的存在 现在智雷业的发展 是势在必行了 很多人 写信给居里夫妇 邀请他们把研究的成果 公之于众 他们可以有两种处理方法 一种就是把研究的成果 方法公之于众 另一种方法 他们可以把雷的所有者和发明家 自居 然后申请专利 如果申请专利 他们可能会获得比较好的收获 有了专利权 他们可以不用这样辛苦的工作 他们还可以拥有一个好的实验室 但是 比埃尔和玛丽决定 他们要公开他们实验的结果 不为他们自己发明雷的方法 提取雷的方法和成果 申请专利 他们做出了一个永久的选择 在贫困和财富之间 做出了永久的选择 这是他们伟大的地方 也是很能够感动到我们的地方 接着英国皇家科学协会 正式邀请比埃尔前往伦敦 举行雷的讲座 比埃尔接受了邀请 和玛丽一同前往 负责接待他们的是他们的老熟人 在盛大的宴会里面 比埃尔穿着旧的礼服 然后玛丽穿着黑色的礼服 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的装饰品 连结婚戒指当天也没有戴 晚上回到住处的时候 玛丽就对比埃尔说 她说哎呀 我简直想象不到聚会的场所上 那些女性啊 聚会的场所上 那些女性啊 带着这么美丽的珠宝 她想不到还有这么美丽的珠宝 比埃尔说 哎呀 我觉得很无聊啊 我就玩一个游戏 我就数算那些女人身上 戴的珠宝到底有多少 那夫妇两个人都笑 他们是如此的轻 不注重物质 1903年11月 伦敦的皇家学会 把该会的最高奖 代为奖章 颁给了居里夫妇 表彰他们在科学上 做出的成就 那玛丽因为身体不适 比埃尔独自 领回了这枚奖章 奖章上刻着比埃尔和玛丽 两个人的名字 那居里夫妇呢 并没有费心安置 这枚象征着极高荣誉的奖章 后来这枚奖章啊 还成了他们大女儿 伊雷娜的新玩具 因为伊雷娜 十分的喜欢她 看到的人都很惊奇 你竟然把一个奖章 给孩子玩 那居里夫妇的回答很简单 因为我孩子喜欢了 所以他们根本轻看 世界上的名誉 非常的轻视 后来呢 瑞典斯德格尔摩的科学院 宣布要把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讲给居里夫妇 奖赏他们在放射性 这一方面的发现 甚至居里夫妇 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因为比埃尔和玛丽的身体不好 工作又忙 实在没有办法在寒冬 进行这次长途旅行 后来是法国的公使 代表居里夫妇 从瑞典国王手中 领取了诺贝尔奖状 和金奖章 当然了 诺贝尔 这个居里夫妇呢 心中是期待着诺贝尔奖奖金的 他们拒绝了美国开出的高价邀请 在他们看来 诺贝尔奖奖金是瑞典学者 对同行工作的推崇 是不违反勾科学精神的 所以他们能够坦然的接受这笔钱 1904年1月2日 诺贝尔奖金的支票 终于送到了居里夫妇的首领 比埃尔终于可以辞去 他在理化学校的教职 荣誉来了 但是荣誉是一把两刃的利剑 因为他们伟大的发现 世界很多的 世界上很多的记者 常常来包围他们 这让居里夫妇呢 十分的烦恼 荣誉降临在他们身上 带给他们荣誉的同时 也牵制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所以他们感到非常的烦恼 打乱了他们的私生活 甚至他们的私生活 都成为别人酒馆里面的谈资 报纸上还登出 居里夫妇偶然丢失了 一部分雷的消息之后 蒙麻特尔的一个剧院 立刻就排出了一出的讽刺剧 在舞台上 誓言 居里夫妇的演员把自己关在棚屋里 不允许任何人进去 小心翼翼的清扫地面 在戏台的各个角落 寻找着丢失的东西 你看这都被拍成戏剧了 所以居里夫妇的生活 被彻底的打乱了 比埃尔一直倾诉着 伴随荣誉而来的痛苦 他们说 哎呀 世界的新闻记者包围着我们 他说 我的大女儿 伊雷娜和保姆的对话 甚至我家里的那只小猫 都成了他们描写的对象 然后别人不停地要求我们写文章 做演讲 可是再过几年 可能提这些要求的人 看到我们在研究上 没有任何新的成果 又可能过来 责怪我们了 玛丽呢 和她的丈夫的感受 也是一样的 她写信给她哥哥说 哎呀 我不想再接受任何的采访 我们的生活 被这些荣誉毁掉了 我不知道我过去的生活 能不能恢复 现在荣誉对我们来说 简直是一场灾难 比埃尔性情是超脱的 他们藐视荣誉 比埃尔的性情 当然也给玛丽 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比埃尔是反抗荣誉 而玛丽是天性使然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不愿意承受众人的瞩目 那居里夫妇为了逃开 这种混乱的生活 就开始更加频繁的 往偏僻的农村跑 在乡下旅馆登记的时候 他们都得用假的名字 因为记者还会追到乡下 从表面上看 他们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 可是当他们到乡下的时候 比埃尔笨手笨脚的推着自行车 而玛丽跟在他身边呢 穿得好像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有一次一位美国记者 一路追踪他们到旅馆 打听居里夫妇住在哪 等到玛丽抬起头的时候 记者这才发现 眼睛这个看起来普通一样的人 竟然就是居里夫人 那那个时候呢 玛丽居里夫人知道没办法回避了 只得坐下来接受采访 采访到最后 玛丽一句话结束了这次的访谈 她说在科学上 我们应该注意事 不应该注意人 这其实是居里夫妇的心声 居里夫妇他们的婚姻也非常棒 人们都说啊 如果没有相互的让步 婚姻是很难长久的 可是比埃娥和玛丽的婚姻当中 很少是靠所谓的让步来维持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思想一致 就算在生活琐事上 他们步调也是相同的 好了 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 拜拜